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立法會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當中 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成功偷襲 將兩個議案通過 他動議了什麼議案呢? 包括要求港鐵公開831事件 所有閉路電視的片段 以及港鐵定期公布站內與催淚氣體有關污染物的濃度 這兩個議案老實說都是市民所關注的焦點 為什麼他這麼幸運能夠偷雞成功呢? 就是監視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一隻二隻 離開了座位消失於會議廳 立即放在會議上表決 做得非常好 這些計謀是 老實說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在鬥每個月十萬零一千元的人工 全部都是在支納稅人的錢 你開會的時候都可以無端白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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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講講講這個動議 要求831的CCTV公開 當然有比沒有 但是如果在9月1日公開這些片段 我相信有更多市民會信服這些片段 是真確無誤的 沒有經過剪輯的 問題是 現在你通過這個侮辱速力的頓議 其實這是侮辱速力的 當然 港鐵是可以不聽的 但是 起碼在立法會那裡有個白紙黑字的文件 大家都是接受了要公開的 不過港鐵繼續民意而行 但問題是 如果你就算肯認要求公開 我當然相信沒什麼可能 就算肯認要求公開也好 隔了四五個月 到底有多少市民看到那些片段以後 是會相信你這些公佈的片段是真確無誤的 是沒有經過剪輯沒有做過手腳 因為相隔的時間實在太久了 90、11、12 現在已經是幾個月的時間了 就算你現在忽然良心發現 走去公佈那些片段 有多少市民會信服 我是極度懷疑的 我相信也沒有什麼人會收負 公開了就公開了 不過就是有好就沒有了 當然也是那句 第二件事就是要求公佈 站內和催淚氣體相關的污染物的濃度 那就是非常之好 要保障市民的健康 到底乘搭港鐵的時候是否安全 你那些化學殘餘物 到底污染的濃度有多高 你有沒有做檢測 那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八月初的時候 那些警察射催淚彈進去地鐵站 多少年輕人的市民去幫忙自發清潔 現在你真是在做夢了 去去助就為虐幫那些警察擔當運兵車 這是垃圾 至於另一個教育事務委員會當中 又在討論了一些非常荒謬絕倫的 沒有約束力的動議 到底在討論什麼呢? 就是由民建聯的葛珮帆大議員和張國軍大議員 共同提出一個動議 要求教育局嚴肅追究發放煽動仇恨言論 或者慫恿學生參與非法集結的教師 以及呼籲學生不要發放任何暴力或仇恨言論 我們說了葛珮帆大議員的發言才去駁斥他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相信大部分的老師都是專業的 但是最近有實質證據顯示 有部分的教師在網上發放仇警言論 或者帶學生參與非法集會 我想請問葛珮帆大議員 有沒有實質證據? 還是你又聽到街坊說? 你拿出來看看吧 教師帶學生去參加非法集會? 有沒有這樣的教師? 你不要侮辱教師的專業資格 更加不要侮辱學生 那些學生要教師帶他才懂得參加集會 你真是白癡的 好了 他首先有三個問題 你這個議案 第一就是針對那些教師 你想掀制那些教師的言論自由 借意就為別人發放那些所謂仇恨或仇警的言論 什麼叫仇恨?什麼叫仇警言論? 對嗎? 對嗎? 是不是你說的? 大哥有什麼標準? 誰去判斷? 什麼準則? 你其實搞這麼多事情 就是要無厘頭的設立一套準則 去限制那些教師說話 然後就使得那些教師人人自危 在社交平台 在Facebook、Instagram說話? 不要怕會不會被那些藍絲、教師去刀斷 你就是掀制他們說話 掀制他們的言論自由 很簡單 你就是用教師的職務 掀制他們 這些是最卑鄙的 第二就是侮辱了教師的專業資格 你覺得那些教師 就會在課堂上宣傳仇警的言論 或者在課餘的時間 帶那些學生去參加非法集會 你是否低能? 有沒有這樣的人 如果有的話 你拿出來給市民看看 是不是? 教師帶那些學生去參加非法集會 你有沒有搞錯? 怎樣? 約了那些學生一起去? 多餘的 真的 還有 你根本上是嚴重低估那些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和侮辱那些學生的智慧 他們出來參加那些集會 你認為是非法那些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非法的 你都不批這筆反對通知書 12月8日批了你們 看看有多少人去 看看會不會有過百萬人去 你講到那些教師 真的慫恿那些學生參加非法集會 就是最好笑的 那些學生 甚至乎是十多歲的初小學生 自己都懂得去自發抗爭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有獨立思考和批判思考 不需要老師來指指點點 建制派經常用這種思維 自己搞一些逃犯條例出來 搞到鬼禁不堪 就是想掀制人民的權利 掀制人民的自由 結果失敗了 曝光了 喂 你自身不去檢討 又真的賴那些教師 為什麼那些年輕人走出來抗爭呢? 就是因為教育制度出了問題 就是因為那些教師 反中的仇中的仇警的 搞港獨的那些教師 慫恿的 你就抵賴那些教師 你經常打稻草人嗎? 對不對? 最終極的責任就是在於你們自己身上 永不認錯 永不反省 就在這裡毀過於人 那些教師有這麼大的能力嗎? 你自己都年輕過了 葛珮凡大議員 張國均大議員 你年輕的時候 那些教師叫你什麼? 叫你讀書 叫你溫習功課 不要出街玩 你有沒有聽他說 多餘的 十幾歲青春期的學生 會對於那些教師說的 言聽計寵 你真是發夢不太早 那些學生是慫恿得到的 那些老師叫他向東走 那些學生向西走 一個十幾歲 你到底有沒有年輕過 你們這些白癡 說出來自己都不相信 那些教師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可以叫他去就去? 真是多餘 如果那些學生是有這麼聽話 那麼神心 那些教師叫他溫習加課 怎麼叫他去參加非法集會 那些教師 真是 這些就是議員 你想想香港立法會的議事堂 這是什麼議事質素 對不對? 經常把自己的主觀願望 投射在其他人身上 當作是真的 你先拿一些證據給大家看看 好嗎? 至於在另一個 四個委員會的聯席會議當中 談什麼呢? 談談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後 對香港到底有什麼影響 那麼這個財政司大師長陳茂波 就有出席了這個會議 那麼在會上 民主黨的主席胡志偉 就質疑陳茂波 他怎麼說呢? 他說香港人緊張自身的民主人權自由 要受到保障 不希望政府鎮壓 用警暴來鎮壓社會 希望找一個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 他就說 你這些就真的出賣香港的官員了 那麼當然 陳大師長就是 就是反駁他 就是很困難 他就說 不同意在過去幾個月裡 出現警方鎮壓這些示威活動的情況 他覺得這個是和客觀事實不符 他就說 現在四出找其他國家去制裁香港的人 才是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老實說 就是在互斥賣港 胡志偉也說他賣港 陳大師長也說 走去遊說國際社會才賣港 老實說 哪些才賣港呢? 就是一會兒再說 但是我最不喜歡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陳茂波 或者葉劉淑儀 這麼喜歡混淆的邏輯 你現在經常說 有些人要求制裁香港 老實說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到最後一步才說 要考慮是否維持 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他之前有什麼方法 就是制裁那些侵害人權 和打壓民主的官員 大家看法律條文 是說得很清楚的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他經常混淆了 制裁香港和制裁香港的官員 或者制裁香港的警察 是有很大的分別 制裁官員就是制裁你這個個人 制裁香港就是整個社會的利益 這個人經常說的是什麼 要求特朗普總統 在一定時間之內提交制裁的名單 什麼時候說到有限期 就是要取消香港的特別地位 或者香港關係法取消 有沒有說到這個限期 沒有 為什麼你故意混淆這個視聽 是不是你都很害怕 葉劉肯定是震騰騰 過去一個星期連續幾次出來 就住人權法 發表意見又說他不害怕 又說門檻很高 你現在陳大師長又在說制裁香港 誰人制裁香港 實話都未有 制裁官員可能很快就有 有些名單都流出了 你又沒有份 六人幫不是你 那你現在又說誰會賣港 到底那些人去遊說美國 去搞這個人權法 到底為了什麼 就是因為香港目前來說 你那些警權是完全沒有制約的 在制度裏面是制行失敗的 大家都知道 你往往就說靠投訴警察和監警會 就是監察不到 所以那些人才要求美國人 在本地以外的方法來做到這件事 好了 你現在說那些人賣港 那為什麼你自己不去制約警權呢 是不是 或者為什麼你自己不去推動民主呢 不需要那些人去搞那些事情 其實是 你自己搞得好就可以了 到底誰才是賣港 不用在罵來罵去 在立法會那裡 市民的心目中自己就是一個答案了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